好 主持人 今天可以看到銀色賓士車高速行駛 也沒打方向燈 突然一個緊急左轉彎 害得對向車輛急踩煞車 差點撞上 和賓士車駕駛者會這麼著急 以為是因為昨天晚上和朋友喝酒做樂禾 不顧先前就曾經因為酒駕被吊銷駕照 竟然無照又再次酒駕上路 途中行進鳳山區金五路擦撞到一台轎車 另外還波及到第二台轎車 釀成兩個人受傷後竟然因為心虛 教室逃逸 現在聽一段稍早訪問 追撞後該白色之小客車由北向南 年金五路逃逸 那或許我們又追貨第一期交通事故 為國外金五路 還聽到警方表示短時間內接獲 兩起交通事故的報案都跟證明駕駛有關 原來他心虛逃逸後 又不慎在衝撞上汽車修理廠的鐵捲門 還釀成自癌水管破裂 二度傳貨這回還汽車逃逸多回家中 不過原警還是根據車牌號碼 鎖定住家後登門逮人 果然經過酒測 酒測值0.4毫克 被一公共危險罪 以及傷害毀損罪嫌 移送法辦 那麼以下就是為你講的自信狀況 閒鏡頭交換棚內